我明明带着众人不止一次规避地下城里的机关 而我的队长却认为我没有价值 就要将我杀掉 关键时刻竟然是一族救了我 不仅如此一族美女还亲自掌上我 就在众人原地休整的 我却发现两颗紫色蘑菇 竟然是盖兰蘑菇 这种蘑菇魔兽吃了会增加体力环减三分 而人类吃了会拉肚子 想着美女队友可能会饿 有吃的总比没有好 正准备摘一点回去给美女队友 奈何这种蘑菇真的很香 我是人类不能吃 舔一下总没问题吧 正准备下口 队长却翘无声息地出现在里 你手里拿着什么 我告诉他是魔鬼 队长一把抢过 随接丢进嘴里 良言地下城所有的资源都属于勇者工会 和他的品牌 不仅如此还紧张 我不要擅自窃取 还让我继续在前面开队 我当即表示绝对不可能在他们碰 在他后面站住 等着他腹泻 然后喷我一尾人 另外一边的贝拉美女队友 还在接受治疗 只不过一旁的黄毛还在解释 自己不知道贝拉进了右 要是跟他说的话 以自己的副队长的身份 完全可以让贝拉进别队 而贝拉却表示是自己主动进去 说完还不忘看向 还在给队长姐路线龙 这时治愈师帮贝拉修复好了伤势 而黄毛表情明显是看到了 贝拉刚刚的小洞 最后对贝拉提议 说我是最底层的炮灰 活着也是浪费工会的资源 只有当右耳为他们充当炮灰 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并让其不要再做愚蠢的事情 而我还在给队长坐着门后 没有机关 还让我继续为他们当炮灰 对此我却心里想着 格局小了老弟 无奈只好暂时继续充当着炮灰这一角 而这时先前那颗蘑菇 开始发挥作用了 随着我慢慢打开大门 而工会成员也开始警惕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恰巧这时队长却开始偷偷排放器 随着我慢慢进入房间 队长的忍耐却快要到了急行 暗自用力加急 而队长忽然想到刚刚吃的蘑菇 想找我对峙 但已经到了极限根本不敢动 生怕他露头 而我也推测的时间差不多了 就告诉众人里面 道客都是机关 随即我就跑起来 还不忘让众人跟着我 众人还在疑惑 为什么要跑并猜测 是不是后面什么东西的 队长这边也是到了极限 还是让他露出头了 众人也是闻到了说 那是毒气完事 还不忘说上一句大家快跑 而红色铠甲的却语出惊人 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啊 队长闻言让大家快点跑 不然大家都不中 我跑到体力 有点跟不上这才停下来 队长这时也是终于找上我 质问我是不是知道蘑菇的属性 还故意跑起来 队长我母鸡啊 那蘑菇怎么了 队长见状却表示没什么 而我却看穿了一切 一旁的二五仔 还贴心地搬来石头 让队长坐下休息 队长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会坐穿飞了二五 还有你 你再跑我就斩了你 我随即答应下来 后面我就带着众人 躲过了无数机关 甚至还不忘提醒他们 注意减下 就在快要到达 要是这样的话 诸说大门就门口的地级魔物 就能吃了 而我这时候 也是告诉众人前面 就快到boss的房间了 却不想刚转身队长 就给他杀了 看到我上方的石头 随即就准备 我遭一场意外 杀掉了自己 一道新闻 正中我上方的石头 千军一发之地石头 飞一条尾巴头 还顺便地将队长 走飞出去 等我看清楚 赫然是一只歇的心灵 双方下的轮波 保住上方的石头 纷纷掉了 刚刚还通成的通道 这回就无路可走了 我不死心 还在查看 有没有能破开的地方 我身后传来了一道生命 怎么还有人类在这里 真是兴奋死亡 这个黑丝兽娘 明明是地下城最强的存在 不仅喜欢穿连体黑丝 身材更是相当炸裂 即使如此 却还是拼命地要和我贴体 放心地狂地撕破我的衣服 就要准备和我大战三百回合 对此我奋力抵抗 奈何实力不足 还是被抓住 就在准备和我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 魔王却在这个时候回来 看见我和黑丝兽娘正在亲热 魔王此时感觉自己像隔壁的肺痒痒 恼羞成怒的魔王就要杀了我 而我却维护起这个黑丝兽娘 我叫塞丽丝 就在不久前我被系统选住 而被我锁定的人 就会激发出内心深处的躁动 对于这个系统我很无奈 我明明是个很正直的人了 但这次的敌人却让我不得不识 当送完队友下线的黑丝兽娘王妃 感叹这些人类完全比不上魔王的时候 而仅剩队友的贝拉竟然让我自己逃跑 我当场拒绝 要放以前的我早就逃得无影于踪 可今是不同往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塞丽丝毅然决然地盯着眼前的王妃 为了城市里的百姓 这场战斗我绝不会逃跑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来啊 贝拉认为是魔物的气场太过强大 对塞丽丝造成了伤害交集的再次提议让她撤退 一旁的哥布林这时率先发现了我 王妃首当气冲带领哥布林群向我发起进攻 而我却纹丝不动 默默地打开系统 对着王妃发起了锁定技能 就在攻击快要落下时 系统的提示音也在我的耳边响起 以激活 下一秒她就被抓住 随着王妃的靠近 张开她尖齿琉牙还在拉丝的樱桃小组 来不及反应就听见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接吻成功攻击加一本 哥布林剑撞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增加了一百攻击的我瞬间找到了突破口 揮出一剑扫飞前来查看的哥布林 这一举动瞬间惊动了我怀里的王妃 一个后撤步就和赛丽丝拉开了距离 舞台solo的她眼神坚定地擦掉王妃的口水 反观王妃还残留着她的口水 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要杀了她吗 怎么就亲上去了 为了承识百姓的安全 就算让我邮金灯呼我也在做不息 哥布林却并没有理会她的豪言壮语 而是谈论着前段时间王妃找小三的传闻 见赛丽丝有恃无苦 便认定就是她 此时的王妃担心和赛丽丝轻轻的事情被传出去 随即下令对她发起进攻 而王妃的狱卒下一秒就劈下去 并对王妃强悍的力量 她没能抵挡不住倒飞出去 王妃抓住时机翻身骑在我身上 身旁的魔物件她被控住连忙上前补刀 就在以为她要重开的时候 我身上的王妃却下令谁都不许动手 本以为王妃会放了她 谁知王妃竟然是要亲自教训她 王妃张开樱桃小嘴朝她咬去 目标不是她的脖子吗 什么竟然是她的耳朵 这就是获得力量的代价吗 这简直就是对我的羞辱 但和百姓的安危比起来又能算什么 感受到属性的非死提升 天晴了雨停了她觉得自己又醒了 打起手中的断剑刺向王妃 却不料被王妃的尾巴死死缠住 随后将我羞耻地按在墙上壁冬 几秒钟的时间王妃就熟练地扒光了我的衣服 那兴奋至极的似乎赛丽丝就是她口中的事物 紧接着又开始对我进行羞辱 为了城市里的百姓我要树脂 一想到城里的百姓要遭受魔物的袭击 我只能忍辱负重地慢慢配合王妃的动作 树脂疯狂上升的同时魔王也回来 而我还曾经在树脂飞升的喜悦当中 魔王见到翻云覆雨的脸 他瞬间感觉自己头上有个乌伦贝尔大草 与此同时我因为魔王受到心灵倒计后 提升了等级树脂也翻了两倍 魔王这时也终于爆发 立即将我击飞出去 魔王浑身颤抖发出灵魂质问 不是说不会有下次了吗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刚刚干什么去了 都是因为你来得太晚了 自己做错了事还来质问我 你这么久才来到底去做什么 王妃的气势也丝毫不定魔王的反问着 魔王被问得瞬间没了脾气 还反过来哄着王妃不曾地道歉 其余的魔物纷纷表示学到了学到了 而我很想上去反驳 但眼下我还是准备悄溜走 但我没想到的是刚走没多远就被魔王盯上 原来王妃竟然喊冤叫驱地说是赛丽丝勾引自己的 差点让自己湿了身 听到这里魔王一边就要除掉了他 一边还不忘征求王妃 无愧心疼他吧 王妃见好就收瞬间一脸崇拜地说着 大王是我的一生之爱怎么可能对别人有感觉 魔王此时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吃了王妃的糖衣炮弹后才发现快逃掉的量 眨眼间就被魔王追上 我连忙推开贝拉 魔王直接贴脸开大 我吃了个满伤顺势倒飞出去 我躺在地上似乎感觉自己肋骨断了十几个 还没等塞丽丝起身 魔王的下一道攻击再度起来 要记了要记了 吓得我连忙喊气孔八个钟 下一秒王妃及时赶快 给魔王一个嘴巴嘴 尖叫着不要伤害他 塞丽丝这次逃过一劫 大家还在脑子窿窿的时候 他已经脚底抹油开润了 毋庸置疑 再不跑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 而魔王眼神流泪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为什么你果然还是心疼他的时候 我又收到来自魔王的心灵暴击的奖励 来不及查看奖励 现在还是拉开距离比较好 王妃这回因为刚刚的锁定又一次的躁动起来 兴奋的说着我好想得到那个人类的身体 你刚才还说我是你的最爱啊 魔王这时已经撕心裂肺 王妃却甩开魔王的手 此时的王妃眼里就只要塞丽丝 速度之快竟然下一秒抱住了他 随机系统提示音就疯狂响起 魔王不可思议的看着亲热的两眼 而这时的我因为受伤的原因 现在只能任由他摆 魔王这时才反应过来急忙说道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来晚了 我现在就除掉这个人类 然后换来的却是王妃的怒吼 滚开不要打扰我们 这句话彻底击破了魔王最后的心理往显 贝拉发现塞丽丝的处境越发危险 急忙赶来准备营救他 不料下一刻就被王妃的尾巴卷起应声声控制 而王妃的舌头还在他身上里继续寻找了什么 王妃似乎碰到了什么开关 竟然升起一丝喜悦 魔王看着两人翻云覆雨喃道 骗我的 都是骗我的 随后更是吼出来 我不甘心了 你这个贱人 随即八十米的大刀就落到王妃面前 而王妃这才松开塞丽丝看向魔王 刹那间仿佛时间静止 王妃和魔王也回到了两人最初的时候 就在那把剑距离我零点零零一公分的时候 我才后悔 只不过这次后悔的是魔王 而王妃还在和塞丽丝翻云覆雨 魔王最后的心在此刻也化作虚拟 既然我无法杀掉我最爱的人 那我就 感受到庞大门乱的王妃此时也才反悔 惶恐和不可置信满满的喜爱 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用最后的生命 为我最爱的人 献上时间最美的一方 我不仅击杀了魔王 还开启了系统 甚至黑丝兽娘也被我收服 但上天却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我的寿命竟然只剩一年 就在魔王准备自爆时 我使用顺身斩将魔王击杀 魔王疯狂的自爆行为终于停止 片刻后魔王竟然又扑向王妃 死死抱住王妃又开始蓄力准备自爆 王妃眼含热泪很不情愿 放开我 我不要啊 关键时刻我再次挥出一剑 连忙拉起惊魂未定的王妃 魔王同时也完成自爆 巨大的能量将我们带进地址 下落的同时王妃也在慢慢的破坏 终于落地的我惊魂未定 愣神之际才想起王妃刚刚的撞到 抬头查看却根本不见王妃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小蜥蜴 王妃的本体竟然是一只琳琅蜥蜴 而我的脑海里传来击杀魔王的奖励 消灭魔王获得地下城地图 这个地图我要不要获得 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一下 美女贝拉往返地回过神 贝拉察觉后羞涩地快速翻身 点击了接受我得到了所有的路线和资源信息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的心里一阵巨痛 紧接着我控制不住地开始呕出大量鲜血 我的身体也开始莫名其妙地融化 跑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停止 而我也因此消失了一截小拇指 贝拉见此情景恐惧不已连说话都颤抖 颤颤巍巍地向我询问原因 原来在半年前的一天 我看到勇者公会和魔物战斗 他们似乎在抢夺一个盒子 抢夺过程中那个盒子被打破 天空莫名下起血雨 而他们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因为躲在废墟中躲过一截 但那气味还是让我中了毒 再次醒来就在医院了 还被告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而我也是在那时开启了系统 经过系统的提示我才得知 只有魔神之血才能解读 而魔神之血就在 我明明只是说出了这个男人老婆胖刺的颜色 他竟然就要杀了我 我不能说我有系统 只好表示我知道周围所有的颜色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 我只好说出他们所有人胖刺的颜色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两个是情侣款 而刚刚还拦着不让杀我的队友去 队长 我同意现在就杀了他 原来那时勇者工会的成员还在排查机关 但他们却是用肉体排查 刚才明明死了一位队友 而队长希里斯却好似不知道一样 继续让等级店底的人出来带领队伍 好消息有人站出来了 坏消息被队友推出来 希里斯见有人出来了 脸色阴沉没有一丝怜悯 走过去找到正确的路线 这名勇者知道自己一旦拒绝就会人头落地 浑身颤抖着慢慢向着深处走去 随着脚步的落下机关却没有反应 可是下一步要走哪里 还在思考着耳边却传来催促声 默契什么呢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快走 一步步的走着内心的恐惧也一步步的增大 会死的 一定会死的 继续下去绝对会死的 我不想死 我要回家 下一秒脚下传来机关声 光就从下升起 直接贯穿他的惊恐脸色 公会团圆见此屋不是震惊 但他们震惊的是机关攻击的方式 竟然是从下方来的 同时至终没人在意那名勇者 除了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 他的亲人 至于他们 他们不会记得那名勇者 为他们牺牲过生命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那位勇者的路 就在他们在找下一个炮灰的时候 他们对面的大门被缓缓地推开 我进门看见公会的众人震惊不已 我为了换装备绕了一大圈走到这里 咋还能碰上他们 希里斯眼神震惊地看着我 幼儿组的人应该都被杀光了才懂 这家伙怎么在这里 塞丽丝你这个混蛋怎么还活着 原来在出发前一晚上 我因为说出了希里斯老婆胖刺的颜色 就被他拿着剑指着 我眼神飘忽地说是锻炼的直觉 可以感知周围的颜色 但看样子希里斯明显不相信我的话 对我的辱骂也上升到了人格 我绝不拟污蔑我正直的人格 我现在就展示给你看 我一次说出了他们胖刺的颜色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有两个是情侣款 队长 我同意现在就杀了他 但因为城里不能杀人 所以我被安排到了幼儿组 他们也就不用付出不必要的麻烦 这时塞丽丝命令我走过去 这明摆着是想让我为他们烫了 身后的贝拉连忙 要拉着我找别的路 但拥有系统的我当然知道 全部路线也知道 所以机关的位置 靠着系统的我走这条路 简直游刃远的 在塞丽丝抵达众人面前后 个个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见状我也趁机表示 和他老婆真的是清白的 但他死活不幸 再次拿起冰冷的剑架 在我聪明绝顶的脑袋下的脖子 那种东西无非就是靠运气 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 那后面的路就都靠拧了 这女人是个绝世高龙女士 在平日里根本看不见其他表情 可面对男人的粗辱的举动 竟然瞬间变成羞滴滴的小女生 原来在工会成员被魔物袭击后 经验丰富的提尔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连忙指挥众人准备战斗 一排盾兵站出来抵挡魔物的进攻 而后面则是一群弓箭手发出远程攻击 弓箭如同雨点一般落在魔物身上 不料魔物的一声聚吼 便将他们的弓箭全部粉碎 强大的身微 即使盾兵也摇摇欲坠地抵挡 还好魔物的身微持续时间不长 不然下一秒众人就会被吹飞 而碎时的另一面的赛利斯刚听到奇怪的声音 下一秒就被魔物的力掌扑袭 狠狠砸在地面瞬间变成一片狼藉 没有武器的他站位脚步身体下压开始蓄力 就听见他大喝一声奋力挥出一拳 再看魔物的身体中间瞬间消失一大壳 残余的身体掉在地上发出铁块的声音 可在羁绊魔物后一道亮丽充满优媚的声音响起 竟然一拳就打碎了我的傀儡 这个营养过剩的女人竟然是这些魔物的操动者 没等反应过来女人再次开口 本来不想亲自动手的但现在看来不可能 赛利斯气势丝毫不弱 我的脑袋可不是你用水用能轻易拧下来的 不料女人脸上浮现贤气的表情 却想着先将他杀了再去解决外面的人 说完缓缓抬起超过一米八的大长腿 可赛利斯最近有点上火 但丝毫不影响他一阵严慈的发言 我可是勇者 保护人类是我的侄子 系统锁定 话还没说完女人就伸出一米八的腿朝他起来 还在疑惑之际就被一股热流席卷到了脖子 请客间他就被女人死死控制在地面 原来女人说的不用手是用头 不自量力的家伙 比锁定躁动值16% 而外面的众人这时还是没能将魔物击杀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魔物的异常 看魔物的头发红了我们的攻击起效果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起的源头都在他们的里面 与此同时的赛利斯被女人用脚抬起下了 用脚死死地踩在她的脸上狠狠地羞辱她 趁女人不注意她往后一省 赛利斯想着这个女人太强绝不能让她逃出去 随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上去 冰冷女神瞬间变成了娇羞女孩 啊 好恶心 你竟然对我的脚做这种事情 而外面的魔物正是红着脑袋一动不动 贝拉见魔物不动 认为此刻赛利斯在石队里 倒置了提尔后就向着石队冲去 不料纹丝不动的魔物请客间行动起来 刹那间就到了贝拉旁边 坚韧的利爪飞速向贝拉的后背挥去 关键时刻提尔死死挡下这击 而魔物头上的红色丝毫没有减少 另一边的女人被狠狠咬一口 脸色羞红的样子好像快熟透了 提起湿答答的脚 这个恶心的家伙 可赛利斯艰难起身大口喘的空气 终于挣脱了 而女人眼神死死盯着她 竟敢弄脏我的脚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兽娘仅仅是踢到赛利斯的脸 不料心底竟然越发兴奋 而她为了满足自己心里的躁动 竟然对赛利斯百般羞辱 而她纤细雪白的狱卒 竟然更是伸向了跨间的短剑 就在不久前 赛利斯还在和兽娘兑现 现在她手中没有武器 系统的顺伸斩也在此刻变成了白身 可这并不能挡住她的一腔热血 只手空拳就向着兽娘发起突袭 不如其来的一击被兽娘捎侧身 正将气抖过 兽娘借着侧身顺势踢出一脚 纤细的狱卒直接锁定了 赛利斯的脑袋正中面门 而当狱卒和脸颊接触的瞬间 奇怪的想法瞬间 在兽娘的大脑力浮现 她的脸好软啊 但赛利斯却连人带几十斤的盔甲 体验了一次蹦极的感觉 兽娘缓缓收回狱卒 惊人的速度飞向赛利斯 可即使赛利斯经过这么多的数值提升 此刻也有些慌乱 好在她知道现在不能乱强制自己冷静下来 学着刚刚的兽娘 微微侧身躲过飞来的歇尾 脑子里更是将查克拉缓缓集中在手上 不料尖如钢铁的歇尾 竟然瞬间一分为二 殊不知请客间眼前就出现一片黑色 强劲有力的力量带着赛利斯飞出去 这股力量紧紧地控制住她 又被我抓住了 这次我可不会再让你挣脱了 我会用脚勒死你 赛利斯眼神鉴定 尝尝我的手镜吧 被抓到的兽娘脸上浮现红韵发出小女生般的尖角 不料下一刻瞬间发力死死踩着赛利斯 周围的墙壁竟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四散开脸 而赛利斯因为被死死踩住呼吸变的肌肤 不要用你恶心的手触碰我的腿 她的双手被两条歇尾带去控制 而这两条显然是刚刚她自己手刃的歇尾 用力挣脱弹力量的差距还是很大 此刻根本跑步 可兽娘见她跑不掉男人心的 我现在就踩碎你的脑袋 说罢就缓缓抬起肺丝长腿 用力踩着赛利斯的脸 不料随着脑海跟系统数值飞速提升 兽娘心里的躁动也在飞速提升着 竟然想把她全身都踩个遍 而勇者公会此时面前的魔物变得奇怪起来 不仅头部发红身体也是扭扭捏捏双双腿死加重 众人看其样子误以为魔物到达身体极限 就准备一口气了解魔物 可另一边的玉址还在一遍一遍地揉捏着赛利斯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酷了 躁动之89% 贝拉还在坚持不懈地营救赛利斯 可魔物似乎有感应一样瞬间发起攻击 便对强大力量的贝拉连连到飞出去 系里斯看着到飞而来的贝拉心中翻起惊泡海浪 还没等她有所反应歇尾再次起来 下意识拼尽全力用剑抵挡这才勉强改变歇尾方向 看着身边的歇尾 系里斯便认定这魔物已经达到精英级 愣神之际攻击再次起来 只不过这次换成了魔物攻击 与此同时兽娘的玉址分开向着赛利斯跨间的短剑伸去 而赛利斯也发现了她的举动表示慢不可 可兽娘却根本没有理会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好柔软的感觉 实在太棒了 就在魔物攻击僵致的差 兽娘也爆发出尖叫 只是在旁人听来那声音实属动员 而这也导致魔物的攻击滑而不实 可即使魔物没有太大的力量 系里斯还是用尽了全力才抵挡住 可系里斯发现自己竟然抵挡住了 瞬间感觉自己又醒了 反手就是一种口罩冠军 而魔物罕见的竟然被击飞 工会成员见此纷纷赞扬 不愧是对场 殊不知一切都是因为兽娘的那股潮流还没完全结束 此刻还在发出动人的声音才让他们有机可乘 可在魔物的口中发出却是那么刺 工会成员凭借强大的脑朵得出魔物是被打发出哀嚎的解铃 而兽娘这时的狱卒经过长时间的蹂躏达成了成就 脚底随即发出奇怪的声音 另一边的魔物口中顿时涌出大量的不明液体 不料系里斯经过众人的吹跑变得愈发膨杆 竟然要一个人单挑魔物 就让你们这群家伙看看那集队长的实力 这个兽娘身材不光长得前途后巧 更是仅凭一双狱卒就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但随后精致的狱卒竟被樱桃小嘴袭击 可她内心的渴望却越发强烈 原来就在前不久 赛利斯被死死地控制在地面 再这样耗下去身体会扛不住的 随即调动身体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是不会屈服的 张开此时唯一能活动的樱桃小嘴 向着黑丝一族咬去 年夜交缠的声音在耳边纷纷响起 兽娘皱着眉脸色不悦 不要让我听到隐恶心的声音 可此刻赛利斯根本不理会 反而更加激进 可恶又来了 另一边队长西里斯面对魔物的攻击暗自咒骂 可看清魔物的面色后心头就被问号占领 来不及思考 神圣回身斩 出现了队长的招牌技能 强大的精英魔物倒在地上嗷嗷狂叫 而工会成员见此纷纷献殷勤 队长太强了 已经打得魔兽神志不清了 殊不知一切都是赛利斯的辛勤劳动 才让此刻的兽娘露出破绽 兽娘缓缓抬起势答答的小姐 上面的水珠纷纷掉落 将你们打得七零八落的魔物 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可兽娘似乎有些疲惫 缓缓伸出另一只脚放过去 我实在是太强了 换了另一只脚的兽娘体验感瞬间拉满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杀电外面为何这么长了 兽娘眼神一正 冷汗止不住地下流 内夜大人 下意识弹起 以极快地速度逃离赛利斯的魔口 完蛋了 竟然忘了大人的命令 想到这里兽娘一阵后怕袭来 不料下一秒眼神坚定 杀了人类 将攻不过 再看向赛利斯 攻击加一万 此时赛利斯正脱控制 爆发出惊人的威压 还要继续战斗吗 不对的 刚才不是这种感觉的 这种与那夜大人一样 毛骨悚然的威压 我要和这样的她战斗吗 此时兽娘心中 喃喃自语不知所措地 站愣在原地 那股威压袭来 瞬间感觉自己如同蚂蚁一样 仿佛随便一指 就能碾压自己的实力 好 想清楚的兽娘 用尽全身的力气奋力奔跑 生怕赛利斯不放过自己 看着跑掉兽娘 想着自己要不要追击 毕竟现在的自己 可以轻松斩杀她 但随后她就放弃了 她的目标是 boss房间里的魔神之血 现在的她还需要保存实力 另一边耗时两昆年 终于解决掉魔物的云者攻红 此刻聚在一起 疯狂舔着希里斯 可贝拉却脱离人群 继续跑向石队 就在贝拉快要抵达时 一只倩倩玉卒从石队里伸出 哎 贝拉 赛利斯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 贝拉焦急万分 拉着赛利斯左部右看 甚至认为她有内伤 就要脱胎的衣服帮忙查看 看着贝拉如此关心赛利斯 旁边的一双拳头越握越紧 殊不知他们的队长 此时已经被唐一炮弹冲昏头脑 都跟在我后面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 我要单刷boss 可他竟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这D级地下成了活拿C级的钱 最后还能留下单挑boss微迷 自己简直赢骂了 另一边放任兽娘离开后 就找到内叶汇报起刚刚的情况 而内叶却反问兽娘 自己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兽娘颤颤巍巍地说道 看好门 不让任何生物进入您的房间 那你进来做什么 好不容易消失的冷汗 就在此刻再次升起 连忙抬头刚要解释什么 不料一道光束直接贯穿身体 那金色光束穿过身体后 直接四散开裂 兽娘的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我不想听到你的借口 兽娘的身体硬生生地摔落在地 内叶细长的手指倾抬随即一挥 兽娘就如同垃圾一般被人丢出去 内叶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响起 你就成为柴火吧 如此的盛世容颜还有那火辣的身材 竟在此刻长眠 在这如同垃圾场的尸堆上 经历这么久 就快完成了 内叶在只有自己和一堆尸体的房间里 喃喃自语 用了上千只人类和魔兽当燃料 魔神之血终于沸腾了 可房间大门就在此时 砰的一声变成粉末 但内叶没有想象中的惊慌失措 淡淡地问着是谁闯进我的房间 希里斯一脸胜利在握 是能让你心生恐惧的勇者 进了你的房间 而他身后的赛利斯 就在他进门后就瞪大了双眼 魔神之血服用后可消除您体内的毒素 随着系统声音的提示 赛利斯这才确定那就是魔神之血 所有人听着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手 我要单刷BOSS 他明明是勇者工会队长 可却一次次让工会成员陷入绝境 而这次更是因为太愚蠢的智慧 将全部成员葬送火啊 就在魔神之血显现后 队长希里斯终于按耐不住 对地下城最后的BOSS内耶出手 希里斯全力向下展出一剑 可内耶手指微微弹出 强大的魔力如同核弹般战防 顷刻间希里斯就被嵌进墙壁中 而内耶看着最强的工会队长 如此不堪一击 瞬间感觉杀蒂尔真是个废物 可希里斯已经被那轻描淡写的 一只打的头脑发猫 竟然一击就击碎了我的一击盔甲 要不是还有他兄长给他的 这条命恐怕早就没了 而他还在疑惑为什么魔物之间的实力 会相差如此巨大 想着先设法消耗内耶的体力 等到最后时刻再出手 给予最后一击 随后就对着工会成员 发出随意冲锋指令 可没有阵型的冲锋 只会增加伤亡 副队长蒂尔还想用以前的阵型 急忙上前和希里斯商议 可希里斯明显心意已决入火道 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 还是想违套我的命运 听到队长这么说 贴尔连忙扳手表示自己没有别的意思 可希里斯并没有因此退 反而更加激进 我是队长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 不料转头让众人发起冲锋 而自己就是他们最坚硬的后人 众人听到后纷纷发起冲锋 而那夜见此情景 缓慢伸展了下四只手臂 紧接着冷冰冰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就让你们知道一下人类本无物之间 拥有着多么令人绝望的差距 调眼的光束请和间吞噬了全部工会成员 可关键时刻 赛利斯一手拉一人迅速回避 这才将被拉荷提尔从鬼门关拉合 不料其余的众人紧当接触到光束就化为尘埃 而希里斯靠着自身的高等级 竟然也艰难躲过光束 可他看着手里被溶解的武器再次陷入沉默 而那夜身体浮空冷笑着 不是要让我感受到恐惧吗 希里斯看着眼前被光束打出的沟壳 这才反应过来喃喃自语道 赢 赢不了 快逃 随后调转身体猛地冲去 还活着的 听我命令全员撤退 刚刚看着队友的身体不能回神的提尔 再次听到希里斯的命令 眼含热泪的怒骂 这个自大的惩祸 而刚要逃跑的希里斯就被人抓出手里 队长 你刚刚可是说了 你是队员们最坚硬的后队 你和Buff的战斗还没结束吗 赛利斯脸色黑暗毫无表情地说着 你现在还不能走 不料希里斯继续用队长的身份施压 老子是队长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把手给我松开 可他发现自己一级的实力 竟然甩不开赛利斯的手 可那夜并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人 打碎大门冲进我的房间 你们还以为自己能跑掉吗 指尖魔力慢慢瞄准两遍 感受到自己即将被射杀的希里斯 再也忍耐不住 我叫你放手啊 扯破 用尽全身力气打出一拳 不料竟被赛利斯轻描淡写的接下 下一刻希里斯的手掌就发出断裂的声音 而他的惨叫声却回荡在那夜的房间里 可赛利斯却冲耳不闻 没听到他的惨叫声音 对着希里斯说着 作为队长就要说话算话 而那夜指尖的光束瞄准两秒后 就迫不及待地向两人冲去 要成为队友人最坚硬的后兑 就要用身体挡住boss攻击 掩护队友撤退了 而被丢出来的希里斯看着眼前的光束 心里亲切地问候了一下 赛利斯的嘴上十八代 下一秒希里斯就如同夜晚里的烟火 唯美的烟花稍纵即逝 那么接下来就该我了 蓝色的气焰缠绕在他的周边 而贝拉和提尔两人也选择留下来继续对付 只不过贝尔留下是因为赛利斯 而提尔却说自己只是不想再听看闯合队长的命运 可那夜见到还有三人没有逃跑 心中也是疑惑 见到我的力量后竟然不逃 是瞧不起我吗 不料话音刚落 就被发动顺身斩的赛利斯打断师傅 那夜被这一击下的连忙收回手里 可还是被赛利斯划破了衣服 露出了里面浮夸的凶大击 跑快的速度 不料赛利斯刚落地就向着魔神之血奔去 魔神之血 我的解药我来了 留下那夜艺人在原地不明所以 他怎么跑向祭坛了 难不成这家伙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魔神之血吗 一边想着 一边将自己的硕大的胸大击椎盖住 这个魔兽不久前还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可再次见面却是一副残花败柳的样子 而男人只不过是对着Boss展出一剑 不料Boss的衣服竟然瞬间爆开 阿脸 男人的队友此刻都已经巧红了脸 可他看着眼前光滑的Boss却只是感叹着这魔物真强大 就在赛利斯冲向魔神之血的同时 那夜的注意力也被他吸引过去 眼看赛利斯快速靠近祭坛立刻怒骂道 肮脏的人类别靠近我的祭坛 而贝拉和提尔也顺势对那夜发起了进攻 提尔看着眼前分神的那夜 奋力挥出一剑 不料两次清脆的声音响起 只见那夜两只手精准地挡住两把剑 而他始终没看他们两人一握 甚至还有余力汇聚能量瞄准赛利斯 那夜侧身躲过 可他的精准度却因此发生了偏移 金色的能量蹭着赛利斯的眼睫毛打在墙上 最后刚刚的位置就响起爆炸声 而赛利斯看着眼前的解药兴奋不已 就快到了 不料此时魔神之血的周围尽量起魔法阵 魔法阵被瞬间启动 下一刻赛利斯就被弹飞 瞬间就回到了起点 果然还是要先击败Boss才行 不料他身后的石壁净露出一双黑丝玉祖 赛利斯也注意到了后往里看去 这不是刚才逃走的女魔兽吗 女魔兽此时的衣服破烂不堪 身体也颤抖着一副残花败柳的样子 求求你别让那夜大人知道我在这 而那夜此时已经发起了反击愤怒地说道 滚开啊你们这两个不自量的家伙 瞬间贝尔两人就被这挥出的一手打落在地 那夜缓缓靠近一步一距地说着 杀了你们之后 我再去拜访一下你们的城市吧 好用来消除我的木骨 赛利斯转身看到贝拉剑他有危险 拿出了兜里的蘑菇放到了地上 随后转身立即狂奔 贝拉我来了 而兽娘看着眼前能恢复体力的盖兰蘑菇愣足 好一会才看出手拿起蘑菇 张开了她的樱桃小嘴发出了哑的声音 她愣愣地吃着蘑菇 可眼泪却不知道为什么不争气地流出 女魔兽莎蒂尔对玩家产生好感 达成武器解锁条件 以解锁武器选项 随着系统武器的解锁 赛利斯瞬间就被突然出现的蓝色卡牌包围 武器前沿规则降解 可此时内耶的魔爪已经伸向两个 贝拉我挡住他你快走 不料贝拉此时的脚骨再次破裂了 焦急地让提尔自己先走吧 赛利斯看着即将遇害的两人随即怒吼道 直接跳过我现在要去救人没空听系统废话 以跳过武器前沿规则降解 请玩家抽取一张卡片 赛利斯随手就抓了一张卡牌 红光一闪刚刚的卡牌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柄红色长剑 你已获得武器暴衣神剑 随后就朝内耶砍去 尝尝我的新武器吧 不料依旧被内耶单手抓住了长剑 而内耶也换了一副面目 可可上当了 他俩只是幼儿 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你这个人类 这么近的距离我看你怎么躲 可赛利斯却继续用力挥剑 我可没说要躲他 利剑划过却只在内耶的手上留下一道印记 内耶举起留下印记的手掌 嘲笑地说着 你用尽全力也只能划伤我的皮肤 连血都没有流出来 这就是人类和魔物的 不料此时话还没说完 内耶身上的衣服就瞬间爆开 内耶被这突然消失的衣服整得不知所措 罢列 我衣服怎么没了 赛利斯把Buff的衣服打没了 而两名队友此时都看待了 赛利斯却只是流出了鼻血而已 甚至还能继续说出这魔物强大的地方 而系统声再次响起 暴衣神剑 被砍中的敌人会被暴衣 敌人裸体之时将会触发新杀技短剑降人 可内耶此时已经羞红了你 下流的家伙 老娘要杀了你 这男人只是打爆了对手的上衣 却因此亲眼目睹了对方的波涛汹涌 不料男人转眼就盯上了下面的衣服 想要再看看传说中的浓郁森林 然后每一次攻击都只盯着裤子打 不料误打误撞竟估及到了眼睛 可女人却并未受到伤害 反而身体却变得越发奇怪 原来就在赛利斯打爆内耶的衣服后就突发奇想 自己刚刚只是打到手掌就爆开了上面的衣服 而自己只要再来一次 攻击到腿部就能打爆下面的袍子 后面再打掉他的面罩 而自己就可以直接一波带走包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不断发动顺身斩 就绝对可以砍中一下 不料此时系统都看不下去了提示的 你的魔力只能发动六次顺身斩 并且每次还有十秒的冷却时间 文言赛利斯直接砸了一下子 什么垃圾技能一点也不好用 可当系统询问是否要注销技能的时候 赛利斯却果断选择了拒绝 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的用用了 说罢就发动顺身斩冲向内衣 而目标正是内野的袍子 可内野两只手抱着上面唯一的布料 另外两只手拉着袍子 一个小跳就躲过了赛利斯的顺身斩 赛利斯见自己攻击落空暗骂一声 随后继续挥出一剑 而内野此刻也有所察觉 他怎么一直攻击我的腿 难道他还想把我下半身的袍子也打没吗 随后怒喝一声 你这个下流的家伙 而纤细的狱卒也重重地落在了赛利斯的脸上 顷刻间赛利斯就到飞出去 好在仅仅是拄着剑滑行了数百米 而赛利斯也只是鼻梁鼓断了 虽然他现在的表情有一点点争 但实际上也就是断了一个鼻梁鼓吧 毕竟当毒素发作时的疼痛是现在的百倍 所以和现在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随后再次向着茂盛森林冲去 而赛利斯心里此时也在默默计算着冷却时间 可此时发动攻击的不止赛利斯影 内野的指尖也在这时随即亮起 赛利斯侧身果过迎面而来的攻击 而顺身斩的冷却也迎来了最后一秒 随后发动了技能 眨眼间就到了内野的面前 此刻赛利斯内窃血 这么近的距离我看你怎么躲 随后星红的暴衣神剑奋力斩下 下一秒斩到物体的感觉也随即而来 这个手感我斩到了 不料当赛利斯抬头查看后却大为震惊 臭小子我可没说要逃啊 原来赛利斯刚刚斩中的只是他的尾巴 而内野的手上已经聚集了两道魔力 要不是害怕走光担心视频发不出去 就凭你的速度 我早就把你打成灰了 不料化音刚落攻击就接踵了至 好在赛利斯有惊无险地躲过第一道攻击 可后面的攻击却已经相继到来 此刻他一边躲闪一边发动技能 可得到的却是系统冰冷的声音 该技能处于冷却中 赛利斯此刻已经亲切地问候了一遍系统足 并表示三秒钟的时间也挺长的 没办法只能正面硬抗 随后赛利斯挥出的一剑就和迎面而来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顷刻间恐怖的魔力就以赛利斯为中心 向四周疯狂扩散 可Tier看见眼前这一幕 只感觉自己的小脑萎缩了一些 他竟然正面打散了BOSS的攻击 这怎么可能 出发前检查他的水准只是F级 可这种战斗 毕极实力的我根本无法接入 而待烟尘散去 赛利斯也随之找回点自信 你的攻击我现在能打散 能躲开 而你的攻击对我无效 不料内野却没有一丝慌张 相反的依旧是冷冰冰地说着 你说得对 我的确很难杀掉 但是 霸风一转只见内野的鼠臂抬起 我却能轻松杀掉 那个脚受伤的女人 而内野的目标 正是一路陪赛利斯走来的贝拉 就在内野发出攻击的瞬间 赛利斯也发动了顺身掌 成功斩下了内野的一截指甲盖 可那道攻击还是没能拦下 意识到不对的 赛利斯猛地朝贝拉冲去 而D贝拉呀 不料内野此时 却在身后一边蓄力一边 喃喃自语的 愚蠢的人类 总是会去做这种英雄救命的事情 所以才会被魔兽们从背后干掉 而你 眨眼间就来到贝拉面前 而贝拉却因为暴衣神剑的禁忆 身上的盔甲此刻已经四散开裂 可赛利斯身后两人 并不知道暴衣神剑的禁忆 只认为是攻击的鱼波 把两人的盔甲震碎 此刻赛利斯站在两人面前 如同战神一般 势必为两人扫除一切威胁 而内野看着自己攻击再一次落空 只感觉赛利斯比当代的大学生都难杀 不料祭坛上的魔神之血却突发异体 坏了 只顾着战斗忘了家拆户 不赶快维持温度的话 就又要多等一百多年 可此时出问题的不止魔神之血 还有赛利斯身后的贝拉 贝拉此时扭捏着身体 昆吞吐吐吐的说着 我怎么感觉自己 好奇怪啊 身体好热啊 前的这个爵士美女 已经伸出粉嫩的舌头 准备为男人献出自己宝贵的初吻 可男人却想起了美女八岁时的样子 拥有童年阴影的 她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手脚并用的向后逃去 接受再次靠近的事 童年阴影却再次炸弦 而这一次的她更过分 直接一把推开了美女 原来不久前贝拉的躁动值 就已经到达了91 而此刻她的嘴唇 已经不受控制地向赛利斯靠近 然而就在贝拉粉嫩的舌头 接近赛利斯的时候 可赛利斯却瞬间回想到了八岁的贝拉 小子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难道你想亲我吗 赛利斯被小时候的那荧幕 吓得魂飞魄散 点滚带爬地喊着我不想 而贝拉此时才瞬间清醒过来 回想起自己刚刚主动去 亲赛利斯的画面 甚至还伸了舌头 瞬间就羞红了脸 抱着头 你难得好丢脸 可提尔却在一旁替她解释着 贝拉你是中毒了吧 刚刚产生了幻觉 身体不受控制的对吧 一定是这样的 不料没了上衣的那也此刻 竟显得如此波涛凶遇 而她为了让魔神之血沸腾起来 竟然将一个个魔兽 丢进祭坛之中充当燃料 赛利斯看到后也大为震惊 不会把这家伙想要烧干魔神之血 我必须阻止她 可她的速度我几乎打不到她 那我只能 而她想到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让暴无法躲避的境界 可她却直接找到贝拉 说自己有办法能打败boss 但是需要她配合一下 不料她此刻义正言辞地说 是要我和你们 然后我 最后你 这样我就能增加力量 然后击败boss 而提尔听闻后 只感觉小脑再次萎缩了一下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 一脸大意里面的表情 还能说出如此下流的话 而塞丽丝此刻已经握住贝拉的手 认真地说着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为难 但是拜托了 不料话音刚落 拉着贝拉的手就被打散 这分明示胡说八道 你就是想占贝拉的便宜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这种事 贝拉你别信她 这不纯纯大变态吗 谁料贝拉竟然露出一副 小鸟依人的样子 含情默默地说着我相信 此话一出提而 只感觉自己的大脑直接荡计了 还能这么玩吗 这种事情的确很让我为难 但是你不要误会 我是为了打败魔物才同意的 其实这种事 我一点也不想和你做的 只不过话还没说完 贝拉的手就已经搭在 塞丽丝的肩膀上 塞丽丝看着面前贝拉的表情 和在脸上肆意游走的双手 她内心一百个不幸 但碍于情况紧急 只能默默说了道 下一秒回忆袭来 我们玩过家家 我演爸爸你演妈妈 我亲过你后 我会对你负责的 媳妇亲一个 我会对你负责的嘿嘿 不如其来的回忆 直接把塞丽丝 下成了手机里的 第三个表情爆 但是受到惊吓的 不止塞丽丝 还有一旁的提尔 不要啊贝拉 不要在我面前做种事情 而受到惊吓的塞丽丝 条件反射的一把 推开了面前 准备进行下一步的贝拉 感受到重获新生的 塞丽丝感叹道 好险啊 差一点我就背 不料话还没说完 就传来系统的提示 提尔心灵受到暴击 等级加一 所有数值增加5000 增加5000 太好了 不用触碰贝拉的身体 那段回忆真是太可怕了 随后就起身 拿着剑去解决爆 顺便还告诉贝拉 既然你很为难 那就不用了 贝拉见此连忙阻拦 等等万一 现在的你打不过怎么办 你难道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此刻的贝拉 已经到达了99的躁动值 而他身处的躁动 已经越发难以克制 谁料塞丽丝竟没有一点 怜香惜语 冷漠地回复了一句不需要 随后就朝内叶奔去 可忧伤的贝拉 却还在一步 为什么塞丽丝 对她一点兴趣没有 可提尔却在这时询问起贝拉 原来她的实力比我强啊 怪不得你对她有好谋 但我还是想问你 而贝拉却好似知道 提尔想问什么一样 出言打断 该不会又是那件事吧 此刻塞丽丝提着剑冲向 身处祭坛旁的那名 内叶看着眉莲上的阵纹难难道 还差一点温度 不赶快补齐的话 温度会快就会下降的 没办法了 那就只能拿他们三个人类来补齐了 自豪吧 身为肮脏的人类 直接惊呆了 这圆球果然好大呀 下一秒庞大的魔力就倾巢而出 好在塞丽丝刚刚增加了一击 能够刚好抵挡住这道攻击 可内叶的这道攻击还在持续输出 而她的魔力也在急剧下降 魔力值急速消耗中 这在魔力值剩余不过一百瞬间 塞丽丝用尽全力向前挥剑 这才抵消了这道攻击 不料内叶见此却喜笑颜开 剩余魔力值十一 魔力过低无法发动任何进入 听到系统的提示 塞丽丝直接当场实话 不是吧 可内叶依然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态 你的魔力值耗光了吧 战斗也该结束了 塞丽丝看着眼前的那叶 此刻心想完脱了 不料身后竟然伸出一双手掌 塞丽丝 你明明很需要我的帮助 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皮尔 你是个好人 我早就和你说过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变 检测到皮尔心碎 等级加5 所有数值增加27500 被涌入怀里的塞丽丝 此刻只感觉全身被一股强大力量包围 下一刻 塞丽丝就爆发出比内叶还要强大的力量 瞬间就吞噬了四周 不可能 他现在应该没有还手的余力 这个人类是从哪里冒出的力量啊 只因人类工会偷走了魔神的心脏 每当夜晚降临魔神就会变成人类 但只要夺回心脏 整个城市都将再次沦为他的玩物 然而塞丽丝此时正朝这边赶来时 却被敏锐的沙蒂尔察觉到脚步声 正准备出门查看就被撒托斯叫住 警告他战斗时不要超过自己五公里 不然就将其视为逃跑 据时他的身体将化为一滩血水 另一边塞丽丝经过系统的确定 得知魔神之血还在地下城便开始逐个排查每个房间 然而下一秒就被等候的沙蒂尔拦住去了 仅是瞬间沙蒂尔就认出眼前的人类 另一边撒托斯猛然全身一颤 这让他不禁生起疑惑 明明只有心脏靠近时才会有个反应 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 当塞丽丝再次见到沙蒂尔满是兴奋 询问上次的蘑菇味道如何 文言他的脸上迅速浮现红韵 可随后傲娇地说那是自己吃过最难吃的蘑菇 并让其赶紧离开 但塞丽丝却满是开心 表示没想到他对自己的好感度还蛮高的 但沙蒂尔听到后却失口否认 警告塞丽丝不要胡说八道 紧接着就将他踩在脚下 解释到自己不可能对他有一点好 面对人类沙蒂尔只有无尽的厌恶 甚至看到人类就觉得恶心 然而塞丽丝一个闪身 就朝大门跑去说自己现在没有 等下次有时间再陪他玩 当他抵达大门后 就感受到了来自魔神之血的犯 正准备推开大门壳里面 却走出一个女子 然而抬起的双手 仍然停留在刚刚大门的位置 两秒半后才连忙将手收回来 可却轮到萨托斯搞起偷袭 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 迅速抓住塞丽丝的命运 仅是片刻间魔神之血 就和塞丽丝产生奇妙的联系 原来萨托斯的心脏就在塞丽丝体内 受不了的塞丽丝立马 推开他询问到底要干什么 但系统却给出了提示 原来眼前之人 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魔神之血 然而塞丽丝却瞪大双眼 惊讶自己的解药 竟然变成了人类 塞丽丝误以为女人的血就是解药 下一秒就在女人的手上 咬出一道口服疯狂吸食血液 但当塞丽丝喝下萨托斯的血液后 却并没有因此消除体内的毒素 夜晚形态下的萨托斯 只是普通的人类女孩 只有在白天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的魔神萨托斯 下一秒沙迪尔就以极快的速度 将两人隔开 分开后萨托斯不禁泛起苦恼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心脏 不仅被人类吸收了 甚至变成液体储存在了他的体内 想要拿回心脏的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强行回收 而代价就是从此世界上 再无塞丽丝这个人 与此同时塞丽丝此刻的想法 竟和他差不多准备将他带走 但上陈突然叹他 紧接着一个庞然大物就出现在眼前 他正是另一个地下城的boss加拿 一上来就说自己终于找到了萨托斯 而且当初给予自己的铃铛 更是一刻都没取下 紧接着便询问萨托斯 自己已经证明了对他的爱 现在是不是可以将他吃掉 闻言两人顿时愣在原地 很是担心他此刻的精神状态 但坐在这愣神之际 一股强风凝面而来 下一秒塞丽丝抱着萨托斯 迅速逃离现场 留下加拿一人愣在原地 完全想不到一个人类 竟然敢停他的手里抢 眼睁睁地看着赛丽丝 顺着皎洁的月光消失在飞夜里 赛丽丝也没想到萨托斯会这么强手 仅是片刻就引来了boss级别的魔物 现在自己必须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紧随其后的加拿大声喊着让两人站住 原本寂静的城市充斥着加拿的呼喊声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打闹 赛丽丝最终将萨托斯带回自己的住处 然而此举却正宗萨托斯的吓唬 只要自己取回心脏那么力量 就会重回巅峰 紧接着化身术缆掉在赛丽丝的脖子上 说自己是被魔物诅咒 现在急需与一个男人解脱 否则自己将会有生命威胁 所以还请龙者大人帮帮我 赛丽丝一改之前的神态 义正言辞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趁人之危 这魔物们追随的领导者 可为了魔神的复活 并不惜用自己充当燃料 当他牺牲自己 缺少的燃料终于 沸腾的魔神之血化作高速的大门 青红的颜色充斥着整个房间 显得异常鬼魅 周围瞬间寂静下来 沙蒂尔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影 好美啊 可大门里忽然伸出修长的手指打破了寂静 顷刻间周围迅速狂风四起 沙蒂尔被这突然袭来的狂风吓得连忙后腿 可随后他就意识到了不对 他感觉此时此刻就好像有无数根针扎进了骨头 随着大门里整个身体的出现 青红的门帘也随之消失 这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味道 是我的后花园 他就是那些不惜燃烧自己也要复活的人 魔神萨托斯 沙蒂尔轮了半嗓才想起要逃离这里 拖着疲惫的身体奋力地动起身来 可魔神萨托斯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眨眼间就已经来到洞口 随后修长的手指搭在墙上 清脆的声音随即响起 不料下一秒整个墙壁就轰得炸开 甚至就连上层都没能逃过轰然倒塌 而在上面的魔物也纷纷掉落 这一刻在魔神萨托斯的面前都暴露无遗 回过神的魔物看着周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地下城竟然塌了 连外面人类的城市都能看见 不料这时萨托斯却说自己需要一名奴虎 魂言魔物们急忙自盗奋勇表示愿意追随 可他却随手一挥说了句真丑 瞬间周围血雾四起 爆炸声接连不断 而他的理由竟然是不需要丑陋地追随者 随后踩着狱卒就来到沙蒂尔的面前 在看到沙蒂尔的容颜后这才喜笑眼开 你还可以 抬起头张开嘴巴 沙蒂尔此刻一百个不愿 可面对强大的实力 他还是眼含热泪地张开了嘴巴 不料萨托斯进划破手掌 吩咐沙蒂尔让他喝下去 就在沙蒂尔喝下去的瞬间 他身上的伤势就不自觉地开始自我修复 恢复如初的感觉瞬间侵占了他的大脑 你现在很舒服吗 我的血液可以修复一切伤势 而这个过程能让你感受到愉悦至极 随后萨托斯就让沙蒂尔找个干净的房间等自己 夜晚降临 沙蒂尔一个人忐忑不安地坐在房间里 鲜艳的红色毯子好似在宣告着什么 不料一双手突然摸上他的肩膀 萨托斯大人 请你不要这样 可萨托斯却根本没理会反而一把抱住他 沙蒂尔被这一举动吓得惊慌是错 随后就感觉到有什么软软的东西贴在背上 可萨托斯这时却张开嘴朝他的耳朵咬去 吓得他立马挣脱了怀抱 当他回头看去却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只见萨托斯再也没了白天的男子样貌 此刻正如天上下凡的仙女 只感觉洁白的双腿比命都长 而他正翘着腿一脸坏小 怎么 不喜欢抱抱吗 沙蒂尔看着眼前的人满脸不可置信 萨托斯大人您怎么 话还没说完 萨托斯就打断了他讲起了原委 原来他到了晚上就会失去所有的力量 回归原本变成女孩子 而萨托斯找上沙蒂尔的原因 就是需要一个人在晚上的时候保护自己 可随后就警告起沙蒂尔 不要想着逃跑或者杀了我 喝了我的血即使在晚上也能在你体内共鸣 可以让你身体瞬间融化 所以你要乖乖听话呀 而另一边 赛利斯将贝拉两人送到医院后 就转身回了地下城 可希里斯回到工会后 就被S级的达伦按在桌子上 而他正是希里斯的哥哥 被按在桌面的希里斯连忙将全部过程说出来 生怕自己的职位被剥夺 如果被剥夺的话 那他和他哥哥私自倒卖工会资源的事情也会暴露 达伦听完后就有了决策 那就是将全部失败的责任都推给赛利斯 以逃兵的名义 判处死刑 可来到地下城的赛利斯却愣住 地下城怎么塌了 说完连忙查看起魔神之血 可看着空空如也的祭坛 赛利斯只感觉自己的天也随着地下城的塌了下来 魔神之血一定还在这座城我还有酒 不愿想象事实的他直接一个个房间找起 开启地图 我要把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找一遍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魔神之血已经变成了一个绝世美人 在贝拉将赛利斯拥入拐里后 他终于对赛利斯坦白了内心的感情 赛利斯也因提尔受到心灵暴击 等级疯狂飙升 差那间等级就超过了内叶 可两人高等级的战斗 却使得贝拉和提尔两人承受不住战斗的迂攻 导致两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生命也危在旦夕 原来就在赛利斯的等级大幅度提升后 他和内叶的战斗也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战 此时的内叶将自己全身尽数的魔力汇集在一起 准备决一胜负 而赛利斯也正由此 这场战斗也该落下帷幕 随着内叶毁天灭地攻势的发出 赛利斯顺势用力向前挥剑 下一秒两股攻击就发生碰撞 爆发出强大的气氧 而内叶则率先承受不住 被赛利斯的剑气镇压在地 可赛利斯却依旧挺拔地站在原地 游刃有余地保持着刚刚挥剑的动作 但即使贝拉两人等级不低 却依旧被两人的余波先飞出去 待烟尘散去 就只剩赛利斯一人站在原地 反观内叶这边 身上已经空无一物 狼狈地趴在地上看着赛利斯 赛利斯在看到内叶没了行动能力 竟没在进行斩尽杀绝 反而转身来到祭坛命前 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守护祭坛的魔法阵不仅没有破除 反而依旧照常运走 不是吧 魔法阵怎么还在啊 内叶在看到赛利斯吃表 他的心情瞬间通畅了血 可可你不会以为宁静您了吧 我是绝不允许你们肮脏的人类 触破魔神纯洁的血液 内叶刚说完 系统的提示就接种了质 圣剑降临冷却剩余九秒 赛利斯文言也不再犹豫 此刻的他依然下定了决心 九秒内解决你 不料一声焦急的呼喊 打破了这剑把弩张的纷纷 贝拉 赛利斯连忙转头看去 就看见两人已经倒在地上 分明不醒 系统也连忙提示赛利斯 两人的生命值已经建立 即将面临着死 不料内叶这是猛的站起身来 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隔着 来吧看看您的是人类 还是魔兽 闻言赛利斯却沉默了片刻 下一秒就纵身一跃无视了内叶 单手抱起昏迷的贝拉 另一只手抓住提尔 转身就朝出口奔去 途中连忙换出系统 让系统找出距离出口最近的路线 内叶看着离开的三人 身体也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竟然走了 人类果然很愚蠢 可赛利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当务之急是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公会医院 但魔物可不会管那么多 他们只会见到人类就出手袭击 但从赛利斯的眼睛里 看不到一丝的流 反而是无比的坚定 而他怀里的贝拉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艰难地睁开了一点缝隙 看着抱着自己狂奔的赛利斯 这让他不经意想到了小时候的她 哈哈哈哈 丑八怪 又被拒绝了 长得这么丑 谁会亲你啊 还想和别人玩过家家 真的好恶心啊 那时的贝拉因为长相丑陋 没人愿意和她玩 经常被人嘲笑被人排挤 他们甚至还会拉拢别人一起排挤贝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赛利斯那个混蛋害的 不过现在他应该被boss解决了吧 谁承想 赛利斯这时竟也带着昏迷的贝拉走出了地下场 队长 赛利斯还活着 闻言西里斯下意识回头看去 竟然真的是她 没想到她竟然还活着 而且还带着两个人 愤怒的她随即就抽出队友的配件 赛利斯这家伙竟然偷偷跟在我们后面逃了出来 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逃跑 我现在以队长身份剥夺你在讨伐小队的资 赛利斯见此虽然并未多数 但身体却静止向西里斯奔去 赛利斯则是继续向她怒吼 你休想再使用工会的医疗资源续命 不光如此我要再次处决 不料话还没刷完就被一双42码的鞋踩在脸上 赛利斯则是继续用命 狠狠地将她踩在地面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说完赛利斯就投也不回地奔向公会医院 反应过来的工会成员们 连忙上前查看他们的队长 随后就听见一声惊恐的呐喊 不好啊 赛利斯把队长踢出响了 快送队长去工会医院 男人在地下城捡到一个女人 为了报答男人的救命之恩 女人准备以身相许 可本以为是个娇滴滴的爵士美人 实际上却是和男人一样 这一景象下的男人惊慌失措连忙向后退局 可女人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一把将男人壁咚在墙上就准备迎男儿上 就在赛利斯将萨托斯带回家中后 萨托斯就表示自己身中剧毒 想让他帮帮自己 然而赛利斯却没想到这种破天荒的事情 竟然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虽然内心的深处告诉他不可趁人之危 但身为勇者却告诉他不可坐视不管 随后一把将女人拉入怀里 可紧接着就发现身为人类的女人竟然有条尾巴 可尾巴都是在后面的 而他面前的这个竟然是在前面 下一秒发现不对的赛利斯一把将女人推开 紧接着一脸震惊地向后退去 这时一直待在赛利斯兜里的琳琅蜥掉了出来 赛利斯则是惊魂未定地询问 女人为什么也会有那个东西 然而女人一把将赛利斯壁咚在墙上 随后展现出女人独有的妩媚 表示刚刚可是答应要拯救自己的 另一只手也不安分地在赛利斯的大腿上游走 与此同时女人越靠越近 不再顾忌赛利斯是否愿意就准备迎男儿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掉在地上的琳琅蜥蜥散发出光芒 随后两人的注意力也被转移到她的身上 在两人的注视下只见一阵威风浮沫 下一刻一个身材高挑的兽娘出现在眼前 有气无力地叫着主人表示自己快被饿死了 说完就再也撑不住趴在地上 将求赛利斯救救孩子吧 感受到周围的空间有限后 不经吐槽这个巢穴好小连身体都伸展不开 与此同时赛利斯瞬间找到了救星 指着寿娘表示自己认为她现在更需要自己的帮助 接着便丢下两人头也不回地朝厨房跑去 躲进厨房的赛利斯一边做饭一边想着自己的处境 如果撒托斯死了呢自己也没办法解脱 可以想到自己要迎男儿上就欲哭无泪 自己是真的做不到啊 就在这时撒托斯走进来 她可不想等到白天再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 随后就大不留心地朝她走去 竟然赛利斯不愿意 她自己就只能强硬一点了 然而赛利斯可没想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她 转身挣脱女人的控制就朝门口跑去 表示自己已经做好饭菜 这就给寿娘端过去 撒托斯则是待在原地埋怨自己的躯体太弱 根本没有力量可以压制赛利斯 另一边赛利斯刚跑出来 就看到寿娘的小尾巴在门口碰动 赛利斯疑惑地往里看去 只见寿娘正养着头 手里还拿着劫测灵大口喝着 原本还担心寿娘喝了会出事 但在看到寿娘一副没喝够的样子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赛利斯刚把食物递给寿娘 撒托斯就迫不及待迎上来 表示现在轮到自己了 赛利斯还想拒绝 但却被一把按到墙上 下一秒身上的衣服就消失不见 就在四目相对时 系统发不出任务 让赛利斯在街上奔跑 并向33个人挥手 但赛利斯表示自己 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可系统提示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的话 将会拖入反向境界天堂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大门 赛利斯忍不住好气转头看去 只见大门里一群强断的肌肉猛男 正朝自己挥手 这恐怖的一幕 令赛利斯瞬间压麻呆住 可在看到系统给的任务道具后 只感觉全世界都在和自己作对 只因系统给的白布 无论怎么遮挡都不够 更别提还要向路人挥手了 赛利斯来不及 都想直接夺门而出 直接把萨托斯丢给了寿娘 而她自己则是表示要出门一趟 寿娘在看到赛利斯的打扮后 只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想不到原来人类日常都是这样出门的 随后转头就和萨托斯 分享了自己的劫测灵 表示这东西很好 但却遭到了萨托斯的拒绝 另一边赛利斯最终 将系统给的一小块白布蒙在了脸上 只要别人看不到自己脸 就没人能认出自己 接着就朝人多的广场跑去 与此同时 普普寻找赛利斯的加纳 终于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完了下一秒系统提示武器返还时间 已到撤去了男人所有装备 单身30年的女魔王看了 也表示这招从未见 而系统则提示要男人身体一块 破步在街上奔跑 并向33人挥手才肯返还衣物 本想破口大骂的自己转头 却看到了如果未完成系统给的惩罚画面 却不料各个身材威武的地狱小哥 非常热情地向着男人打招呼 并且戏谑到我们可是很有善地 期待你的道安 吸尺男儿的自己心中不免 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被逼无奈下只好当众射死 并且挑衅城市治安来抓自己 可想而知的结果无一例外 管辖的城景更是表示 从没见过这种型号的变态 然而自己家中则是又迎来了一位望银叫 刘阁朝着窗户的方向望去 有人来了 怎料是沙蒂尔追了过来 大人我终于找到你了 慌张地自己赶忙解释来迟的原因 就连周围的地形也是摸得仔仔细细 附近的勇者功夫也拨不下单家 大人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但意犹未尽的他怎会听取属下的见语 自己则让沙蒂尔去寻找那个人类 等太阳升起是把血滴在地上自己的电子 自己一尸二鸟的计划 不捧想唯独疏漏了沙蒂尔对男人的感情 如果真的这样按照计划一步步执行 那个人类就会被撒托斯大人夺取晶元 最后化为血水 怎料自己心中生起了一丝暖过 可就当自己做思想斗争的时候 命运就是这要巧合 竟遇到了被追逐的赛利斯 顿时停下飞快的脚步 然后静观其变 可一副欠奏样的自己还在努力拉着仇恨 城管们也是毫无携带的拼命追赶 丁的一声突然响起 任务已完成三分之二多时间 剩余四分五十三秒 看来我还得加把劲 话音刚落 一个眼冒绿光的巨大蜘蛛 朝着后方袭去打到了追赶男人的城管 奔跑逃命的自己不忘回头观望 竟是魔物穿刺蜘蛛 大家快疏散人群请求支援 这个时候老六竟一正严慈地停了下来 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 只好边做任务边战斗了 开启系统 可现实却是当头一棒 系统则表示完成武器归还任务才可起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给魔物 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过肩帅 快给我一把武器我来干的 可等到的却是赛丽丝的表达 干得漂亮有的是 你TM的有病把战斗的时候打什么招 再说你这个死电台的衣服拿去了 没有拿到武器的自己顿时陷入背影 就在蜘蛛的攻击马上让自己一分为二十 刷的一声 是勇者公会的人 及时赶到解决的眼前的马 回首的黄毛一脸不屑地表示 几只C级的小蜘蛛 你们都对付不了吗 还没等两分半 一个庞然大物 闻着赛丽丝的气息就追了过来 众人则是还未反应过来 不愧是为队长的黄毛 瞬间叫众人保护重要人物 自己则是正面硬钢魔物 速度之快 尖锋出鞘的一颗瞬间向魔物刺取 不料身为蜘蛛女王级别的 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应付的料 随后自己轻微触碰黄毛 嘴角微微上扬戏谑的嘲讽到 你就那么像靠近我 下一秒黄毛的整条手臂 像是被什么东西包裹一样侵蚀自己 看来我是被这群人类小看了呀 画面一转逃跑的赛丽丝距离 完成系统任务还差一个观看 就在魔物准备对下一个受害者行动时 他却误打误撞碰了个正面 胖子看我 声音传入耳中的自己下意识转过头来 叮 任务完成 果然从变态到变态的过程 只需要一瞬间 开启系统的赛丽丝随机召唤卡片抽取武器 怎料结果竟是抽到一副平平无奇的手套 等不及喘息 蜘蛛女王操控着自己硕大的身躯 朝着赛丽丝行 不等男人反应蜘蛛女王已经腾空而起 自己随机也成功锁定了攻击目标 下一秒随之来的波动把男人振飞树语 然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男人的手掌摩擦的地面减速 速度之快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怎料这却给蜘蛛女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伤害 让其大声尖叫 并且系统检测呐喊直叫大触发被动 无声之力顿时脚下的地面轰然倒塌 鼓鼓浓烟飘散 二人此刻陷入僵局 吃过一回亏的蜘蛛女王此刻也重新审视眼前的人类 而对于自己刚刚误打误撞打摸索出的一套连招的做法 更是得意洋洋 并且扬言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